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红片600度 今天我们来拆开快递 这是一根数据线 目前是粘米的 粘米的苹果数据线 官方原装 留了个纸条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是联系方式 我们就不看了 我们看上面 故障现象 充电头端下面的线背压伤 充电头端这边线背压伤 第一个故障点 充电需要扶着线才有反应 第二充电头第四格 第四格也就是我们的正极触点 不用尖锐的东西去剔除 充电的脏东西 也就是腐蚀有黑 金属面有损伤 不知道是否影响充电 有破损 不知道是否影响充电 可以看到 是有一点轻微的 我们在下面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影响 从左往右 第一第二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都有一点 这边的话也是同样如此 第一第三第四 第五 第六第七 都有一点点轻微的损伤 好 刚刚我们在简单里面看了 有一点腐蚀 但好像不是非常的严重 我们先拿个充电器来试一下 看能不能开启这个快充 线 这里的线有CC有数据 到这个充电头里面是没有断线的 没问题的 我们拿个手机再试一下 不能充电啊 很明显啊 已经断了 这个前面的头子已经断了 我们在外壳拨了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苹果老款的插头类型 C52 前面的焊点处理的 前面那个特别是屏壁壳 跟这个插头之间 这个叫db头 插头之间的话 焊接不是很牢固 所以容易折断 其次的话 它的触点是金色的 不是银色的 那种度老和了的那种很赖 很赖腐式的 可以看到啊 已经断了 大家能看到吗 已经断了 给大家这样放近一点 能看到吗 在前面画面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到我用镊子斑的时候 里面的PCB已经断了 已经坏了 好 它这种的话 C52老款的 它这个旁边的焊点 我把这个外壳 这个盖子给去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盖子可以去点的 差点就断了 盖子去了就断了 已经拿掉了 你看到没有 最后没焊上 我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它这个里面的拼命壳 跟这个db头之间的激光焊点 没有焊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焊点 几乎没有焊上 没有点焊成功 这也许是老款CVR的缺点 现在不是这样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种C94的跟他对比一下 这种C94是插头是度老和了的那种银色的 再向面面看一下看一下它的焊点 好可以看到这种插头的触点是度老和了的那种银色的 不是一腐蚀 其次的话 你看它那个屏蔽壳跟db头之间的焊点 焊的一圈都是的 这样的话就非常牢固 不容易折断 我需要跟粉丝沟通一下 这个线是换头子 是换CVR的头子 还是换C91的头子 还是换C94的头子 要沟通一下 我们来继续 好要跟粉丝沟通一下 然后粉丝的话要换这种C91的头子 C91的就是前面是度老和了的银色的 不会腐蚀 然后这个屏蔽壳跟db头焊接非常的牢 折也折不断 会像这种它自己本来原款的C5 这个头子引用被我剪下来了 我马上进行更换 变成老款的C5容易折断 因为整个屏蔽壳跟db头焊接并不是很好 接下来我们就对它进行焊接 好多粉丝喜欢看我在显微镜下面操作 在桌面上操作并不是喜欢看 接下来我们就在显微镜下面进行除胶焊接 封装 这个线就已经做好了 这个线我们一根换来源线 原装C91的插头,更换成功了 看汉阶的时候比较慢,给大家看清楚 因为好多粉丝比较喜欢看他玩言 说老师让我到那个地方导致快进 是不是怕他学技术 没有这回事 因为我们的视频都是公开的 因为这个汉阶的话本身就是个很简单的过程 所以要续续训练 一定的工作小时之后,你可能汉的非常漂亮 这样就差不多了,我们还准备一个盖子 因为它本身上面有一个小盖子 像这样的盖子盖上之后 压紧就可以了 双脸那个树脂胶不再这样压紧 盖上去就很漂亮了 在封浪之前我们需要先测试一下 翻过来 可以 试一下 好 需要解锁 可以的 1.4按 然后我们试一下快充看行不行 因为我的手机是小8 正在测试 苹果8的快充比较 积累 电流不是很大 所以的话一般在 开起9V的话也就是 3瓦左右 1.3 不是很大 苹果11 苹果10以上就可以了 这个快充线我们就换个胸 然后外面给它再稍微包一下热缩管 然后就很漂亮了 如果你们想要这个线 如果你们想要这个线非常耐用的话可以上这种线啊 这种是 不去钢管的 不去钢外套的啊 里面也是这种C9的插头 这样的话用起来很很久啊 这种线并不是很硬很软 能回弹的 很软 因为这看上去很错 其实不是很错 跟线比较一下 差不多啊 跟线差不多 这管子很细的啊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